午餐時間吃完正餐吃甜點 很多甜點現在越做越精緻 越做越漂亮了 其實甜點不一定要 多麼華麗的外表喔 台灣土生土長的這個地瓜跟蚵仔 其實呢也可以喔 我們說我們重視的是內在嘛 對不對 奶油糖粉均勻攪拌 散發出陣陣香氣 再拌上牛奶蛋黃和麵粉 十分鐘內快速打發 麵團又柔道軟硬適中 師傅仔細看著棒秤精準分塊 重頭戲來了 這是來自雲林台農57號地瓜 一整顆帶皮包進麵團裡 百分之百真材實料 再刷上蛋黃液送進烤箱 就大功告成 熱騰騰金黃色地瓜酥出爐 一口咬下地瓜甜而不膩的好味道 馬上在嘴裡散開 我覺得超好吃的 而且我就覺得我在吃地瓜本人 我們在烤的副程中 保留了最硬的皮的部分 所以吃起來就感特別的好 從烤地瓜起家 歷時三年鹽巴 才找到將地瓜融入甜點的配包 是因為同事買 然後就是放到公司 大家就吃了 那我覺得也還不錯這樣子 現在的人就是講究養生 然後不管是老人家或是小孩子 我覺得都還滿適合的 對 同樣主打台灣土產農作 另一家業者先用新鮮芋頭 做出千層蛋糕 一刀切下透著淡淡紫色 香甜芋頭內餡層層堆疊 讓外表簡單的千層蛋糕 有著不一樣的美味 芋頭的含量有百分之七十 蛋皮層數有十三層 有十二層的話就是餡料 地瓜芋頭讓看似樸實的作物 化身甜點 付出給典型的華麗風格 用紮實口感挑戰民眾的味覺 這是王成文 全員我們台北 唱的